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熊啊 真的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差不多有一个月了吧 没有给大家做这样详细的对比视频了 今天给大家对比一下 最近热度真的是非常高的 Easy 3.0 vr 夜光绿啊 也有人叫它荧光绿啊 首先呢 先说一下就是这一只 这一只呢 是正品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出的一个大货 然后 这一只呢 是市面的一个通货 而且这一只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而且更滑稽的是它的售价和我们家的是一样的 也是899 啊 等一下呢 给大家看一下 同样的售价会有多大的差距啊 和往常一样 和之前对比那个什么 亚洲限定和倒沟啊 模式都一样的 我呢 是罗列了 这次是罗列了九个点 第一个点呢 就是协和测标 啊 协和测标呢 有一个非常搞笑 非常滑稽的一个地方 就是通货的 协和测标的货号居然是错的 我们先看一下 啊 这个是正品的协和啊 正品协和的这货号 大家看一下 1G295293 1G5293 对不对 是这个货号 然后这个协和呢 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 1G5293 这个货号也是对的 呃 然后 通货的货号 通货的货号真的是 我有点搞不明白了啊 就是它的货号为什么会不对 啊 它的货号是DQ8582 啊 我们就先不讲究它的鞋盒做怎么样 它的这个测标做怎么样 就是非常明显 一眼价的地方就是它的货号错了 这点真的是太假了 非常致命 而且就是我呢 也有 就是上网搜了一下 这个DQ8582是什么鞋 结果呢 什么鞋款都没有搜出来 这一点我就非常的费解啊 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它要自己编一个货号上去 这样不是 不是 感觉更假了吗 就是很不理解啊 啊 OK 然后我们 第二个点 第二点呢 是关于外形的 是后跟和小舌头啊 通货的这个后跟呢 它比较肥大 我们呢还是先 看一下啊 正品的这个后跟啊 正品的后跟啊 正品的后跟啊 我之前的 这个视频里面啊 都有讲过 就是35082的这个后屁股啊 它没有非常的纤细 然后也没有很肥大 它是一个粗细啊 肥胖程度比较适中的一个感觉 而且它整个后跟的感觉呢 就是质感 是比较鼻挺的 它虽然没有讲 没有 没有非常的纤细 但是它整个的感觉呢 是比较挺麻的 比较扎实的一个感觉 然后我们看一下 呃 这个通货 通货这个屁股和正品对比一下呢 就非常明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通货的 非常的肥大 肥大 而且它这个高度呢也不太够 主要是它太肥了 和正品这个感觉呢 差很多 差非常多 呃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啊 我们的这个大货 呃 大家对比一下啊 这边 呃 大家看到没有 就是 非常接近的 一种感觉啊 这感觉是非常接近的 就非常接近于正品的 像速度非常高 然后我 然后我把三只啊 这三只放在一起 呃 我往这边放一点啊 放在一起之后 就非常的明显 看到没有 这是正品啊 这个是我们大货 然后这个是实面的通货 分在一起 对比啊 就非常明显了 然后呢 就是破根的小舌头啊 破根的小舌头啊 呃 其实之前也 也 也还是有讲过的 呃 三六八二的小舌头啊 记住啊 它一定是这种 有点外翻的 有点外翻的一个感觉 就是微微外翻的 而不是 不是这样的啊 它是有一点点这样的 外翻的一个感觉 呃 然后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大货 呃 看到没有 它也是 外翻的一个感觉 然后和正品 放在一起啊 和 和正品放在一起 大家看一下 都是这种 呃 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 呃 有一点点外翻的一个感觉 这个 这个感觉呢 是对的 这个模具 就这一块模具 开模 我们当时啊 费了很大的心思 然后看一下这个通货 这个899的通货 看到没有 这个 它这个后面的小舌头啊 就没有 啊 就没有这样外翻的一个感觉了 看到没有 我这样硬掰它 硬掰它 它都没有那种 外翻的感觉 它要么是 要么是 要么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它和正品的感觉 它差很多 看到没有 正品是这种啊 有一点点微微外翻的一个感觉 啊 它这个是没有的 就是像 这个地方 就是350VR的后跟啊 它整个的后屁股的这个造型 突胖 突胖程度啊 突胖程度 和 后面的这个小舌头啊 是350VR整个外形里面 最容易去区分的一个部位啊 就是如果 有碰到董行的啊 就是就是如果你穿了这么一双鞋 你走在前面啊 后面有一个董行的人 别瞄眼 瞄眼你后面这个小舌头就知道你这双鞋是假的 OK 让我们看 下面一个点 下面一个点就是第三个点 第三个点呢 写的是 呃 鞋面外侧的后半段 通过的这个内里啊 外侧的后半段啊 就是这位置啊 这位置 外侧 外侧后半段啊 这个位置呢 通过的内里 非常的硬啊 非常的硬啊 非常的硬呢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这个地方的造型啊 大家看一下 它是鼓的 可能没有 它是鼓的啊 因为它里面的填充啊 非常的硬啊 过硬会导致它这个外形 就就像被打的一样 肿的一样是一种感觉 像一个包子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正品呢啊 正品看到没有 它这个地方并不是鼓的 而是很鼻挺啊 垂直上去的 很有质感 虽然它这个地方啊 并没有很硬啊 也是偏软的一个感觉 但是它的造型看到没有 就是无论我怎么样的去拉扯它 它的造型都是往上去的 就是很 很很很劲道 很鼻挺的一个版本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同学 它就是鼓的 像包子一样啊 大家对比一下 非常明显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大货 看到没有 我们大货也是这样啊 鼻挺的 上去的 鼻挺上去 然后抵押啊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微微的弧度啊 鼻挺上去的 而且就是我们这个也是 无论你怎么样去拽它 它回头啊 都是这样鼻挺的一个 这个 一个上去的一个感觉 很扎实 很劲道的一个感觉 再看一眼啊 再看一眼 这个包子 看到没有 这个差距就非常大 OK 然后我们 再看下一个点啊 嗯 下一个点呢 就是 跟颜色有关系的 是第四个点啊 第四点 就是通过的这个大底 提拉环 领口和斜面中间线的颜色呢 都和正比不一样 OK 然后我就一一给大家说一下 先说一下大底啊 大底呢 就是 大家看一下 大底外侧 TPU啊 大底外侧 TPU啊 大底外侧 TPU这个颜色 通货它比正品 它这个比正品的这个颜色呢 要偏黄的 大家看一下 对吧 它这个外侧 然后再看这个 它是黄的 偏黄的 颜色不对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呃 这个 大货的这个 外底啊 不是外底 大底 大底外侧 大底外侧这个 TPU的颜色 好 这个是我们的大货 这个是 正品啊 这个是正品的颜色 大家看一下 非常的接近啊 非常接近 几乎一模一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领口布 领口布的一个颜色 大家看一下啊 也是 非常接近的一个颜色 几乎一模一样 OK 然后 我 我们继续啊 我们继续 这个领口布再给大家对比看一下 它这个领口布颜色是黄的 偏黄的 看到没有 偏黄的 然后 这个正品的这个颜色呢 就是比它要浅 它是呈一个淡绿色 而这个呢 就呈一个黄绿色的一种感觉 OK 然后 还有它斜面的这个中间线啊 针织的 中间线的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啊 就是和正品的颜色真的差的是非常多 给大家对比一下啊 就是 中间线的正品啊 正品是黄的 看到没有 它是偏黄的一个中间线 而这个通货呢 通货我这样 我看把这个胶对上 通货颜色呢 是偏浅 偏绿的啊 它这个视频里面有一点点色差 就是实物啊 实物的这个 线的颜色 就是比这个视频里面呢 要再绿一些 再绿一些 反正就是它这个中间线的颜色 颜色差距 非常大 非常大 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去 区分的一个点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 大货 看一下 这个中间线的颜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颜色也是几乎一样的一个颜色 这是我们的 看一下 这个是正品 颜色也是 几乎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 是实面通货 看到没有 这个颜色差距就非常大 OK 然后我们进行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是 第五个点啊 第五点 就是鞋带和铁拉环 鞋带和铁拉环的材料 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正品的鞋带啊 正面鞋带和后面这个铁拉环呢 都是有夜光效果 但是这个通货呢 通货呢 通货的鞋带和后面的铁拉环呢 均为很常规 很普通的一个材料 并没有夜光属性啊 然后下面呢 下面呢 我们就讲第五个点 第五点呢 就是给大家 来对比这个夜光效果啊 不是第五点 第六个点 第六点 对比夜光效果啊 我现在就把这个灯 把灯关掉 我这个大灯 好嘞 OK啊 现在就是灯光我已经关掉 先给大家对比一下 就是 呃 这个是通货啊 大家看一下 通货这个 大底啊 它这个亮度 正面相比 看到没有 它亮度差很多 它这个比较暗 比较暗 然后看一下 我们的 这个是我们的 大货 不是大货 这个是正品 看到没有 亮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然后三支我放在一起的话 就比较明显了 看到没有 这个 这个是通货 还有没有 哎 我这样照一下 它这个地方会亮点 然后这个是正品 这个是我们的大货 对比一下 它这个亮度 是有差距的 我这个设备真的要换一下 它这个 就是录比较暗的东西 不太录得出来 OK 然后我用这个手链筒给大家辅助一下吧 呃 通货的这个鞋带 鞋带 鞋带和后面的铁拉环是没有任何反光效果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鞋带和后面的鞋带是不会亮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正品 正品这个鞋带 正品鞋带 我先这样照一下 甩一甩啊 看到没有 它的鞋带 是亮的 是发光的 它有夜光效果 有夜光属性的 大家来多买几双鞋 我赚点钱 我把我的设备更新一下 然后后面的铁拉环 铁拉环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没有 它铁拉环也是亮的 也是亮的啊 这个一按之后 胶都对不上了 设备真的在升级了 噪点很多 对不上胶 但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 它后面这个铁拉环是亮的 看到没有 它是亮的 是亮的一个铁拉环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啊 这个是我们的大货 我们的大货啊 先看一下鞋带 我这样扫一扫 看到没有 鞋带也是亮的 也有亮的 就实际啊 实际比视频里面要亮很多 但是就是 我这个设备比较低 它收光啊 收不进来 再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鞋带 鞋带也是有夜光属性的 然后后面这个铁拉环啊 铁拉环一样的 它也是有夜光效果 也是夜光材料的 而且给大家讲一下就是 为什么这个通货的鞋带和后面铁拉环没有用 夜光材料 因为这个材料真的很贵 而且大家从正品的这个 夜光率发售的价格就能看出来啊 嗯 其他的350VR的发售价都1899 唯独夜光率是1999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这个夜光材料真的是有点贵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它后面的铁拉环 我这个铁拉环呢 它也是亮的 看到没有 这样就比较清晰了 我用光照的时间比较长 它就会 比较 比较明显一些 收光有收 足够 就会比较明显 但对焦还是不太对的事 OK 那就是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鞋带啊 和后面的铁拉环是有夜光才是对的 然后呢 就是不仅是鞋带和后面铁拉环 鞋面的反光也是有所不同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正品啊 正品的一个 呃 鞋面 我们看这个油漆条的边缘 我现在用灯啊 在补这个光 补光之后啊 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多补一会 多补一会的话 呃 拍摄效果会好一些 我的设备真的是太烂了 OK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油漆条啊 油漆条 它正品啊 它 它这个边缘看到没有 它这个边缘是一圈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夜光啊 比较明显的一个 一个夜光效果 大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这个油漆条的边缘 油漆条的这个边缘 边缘有个明显的 就是把这个条给包起来的一个 夜光的一个感觉 对吧 看到没有 然后我们看这个通货 也是把光给它吸足了 吸足了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怎么不亮呢 我们多吸一会啊 这个是通货 首先的是 它这个 亮度呢 同样是不够的 它这个亮度同样不够 我再给它吸 吸那么一会光 看一下 亮度是亮度是不够 另外就是 它这个油漆条边缘看到没有 它没有一圈包裹的这个 呃 夜光的这个亮条 它是没有的 看到没有 它没有 包裹油漆条的一圈亮条 然后我们再看 这个正品的 正品的这个 油漆条的边缘 大家 要注意 好麻烦 好麻烦啊 这样 看到没有 它这个油漆条的边缘 看到没有 边缘 是有一个这样的量条 包裹的 对吧 它有一个量条 来包裹的 而这个假鞋呢 它是没有的 哇 它这个吸光效果太差了 然后不讲 然后讲一下我们的这个 呃 大货 我们的大货 一样 还是先要给它曝光 OK 现在应该差不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和正品一样啊 和正品一致的 一个感觉就是它有几条边缘 有一条边缘 有一条 这个 两条 OK 然后我们呢 现在把灯打开 OK 现在啊 灯是已经打开了 然后我们看 第 现在是到第七个点 第七个点啊 是 斜面针织的工艺啊 针织的工艺呢 通货和正品 是大不一样的 我之前也有给大家讲过 在亚洲线链那个对比视频里面有讲过 就正品用呢 它是导金14帧的电脑红机啊 这样的机器一排就是三五万 顺便通货呢 多为12帧啊 或者10帧 啊 这样的 10帧或12帧的电脑红机呢 它的成本只是要8万块啊 这个是35万 一台机器 它这个成本差距是非常大的 啊 像这个 通货呢 首先就是它这个鞋面 它的鞋面 用的绝对是 12帧的一个电脑红机 因为它上面这个 纹理啊 纹路啊 和正品都不一样 但是它的整个的鞋面 就你这样去摸起来的感觉呢 它比正品 要硬 为什么呢 因为鞋子里面这个补墙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1035652 它这个鞋面里面都有一个这种 补墙存在 用来支撑这个鞋面 用来塑形的用的 所以它里面这个补墙 会比正品要厚 要硬很多 因为它整个鞋面的支撑效果 不够 所以呢 它需要一些其他材料来进行辅助 辅助之后呢 把它整个的这个鞋面撑起来 就是 刚才也有讲过 就是它后面这个填充物 填充物非常硬 导致这一块很古 其实 一样的 一样的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它鞋面的支撑效果不够 所以它的填充物必须要硬 这样呢 它整个鞋面才能够挺起来 而这样呢 就能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后果呢 一个是它的鞋型呢 就不对了 就不准了 和正品的鞋型呢 就会出现偏差 另外一个呢 就是会影响到穿着体验 对吧 OK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鞋面 看到没有 我们大获一个鞋面 纹理的细腻程度 和正品相比这种 细腻的感觉 非常接近的 接近的一个感觉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 我们大获一个 鞋面纹理的一个 真正的一个感觉 然后看一下正品 这是正品鞋面纹理的 也感觉 这是我们 看来没有 我们用的是和正品完全一样的 导金14针的电脑纹 做的一个鞋面 所以就是鞋面的质感 针织手法是绝对一样的 质感的营造 也是非常接近于正品的 OK 然后我们看 下面第八点 第八点就是boost boost呢 首先呢 先讲一下就是 通货的 这个开窗的纹理啊 它这个纹理呢和正品 就大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 正品的 正品的boost的一个纹理 就它这个纹理并没有 非常的明显 它是小圈一个小圈 然后里面三条线 它这个纹理并没有 非常非常的明显 里面的三条线呢 也没有很拖 然后看一下这个通货的啊 通货看到没有 它里面的这个三条线 它有的是两条 有的是三条 而且整个做工非常的 粗犷就里面这个竖线啊 非常的明显 这是一个 错误的一个地方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大货啊 我们大货 大家对比一下 它这个纹理这个是 我们的啊 对焦让它对上 看到没有 这个是我们的 就纹理感 然后这个是 正品的 看这个也是 几乎一样的一个 纹理感 另外呢就是 软弹程度啊 也有也有所不同 像这个通货啊 它整个的感觉呢 就是它和正品 这个boost的感觉呢 是不一样的 正品这个boost 它这个回弹的感觉啊 回弹的感觉 要比这个通货来的更筋道 就是回弹力度更强烈 就是这样的 就是在视频里面 可能不是特别好表现 就是它两个boost 两块boost的这个质感 回弹的感觉差距其实 挺大的 正品的很有力度的这样弹回来 而这个通货呢就感觉 软啪啪的 软啪啪的就弹回来呢 也是慢吞吞的一种感觉 它的耐久度 就是这个材料耐久度穿久了之后啊 肯定会有所下降 就它对脚感方面肯定是有所下降的 OK 然后我们 要看最后一个点了啊 我们这期的视频呢也快要结束了 最后一个点呢就是鞋标 鞋标呢 通货的鞋标 办了和 鞋和测得同样的错误 就是 货号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看怎么样的把这些胶对上 我先把胶对上 大家看到没有 他这个 货号看到没有 他写的是 DQ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DQ 8582 跟 他这个鞋和 鞋和测标上面的这个 货号 是一样的 DQ8582 而且我刚才那也讲了就是 这个货号 是不存在的一个货号 他没有任何的款式 这个标是非常假的一个标 然后看一下 正品 正品 大家看一下 就是 他货号看到没有 他是1G 1G 5293 1G5293 看到没有 1G5293 就这个货号 是对的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 大货 我们大货看到没有 1G 5293 而且就是 他这个 350v2 这个鞋标 按文码上面 是一定是有一个小点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小点 这个小点 也是有的 OK 然后9个点 1 都给大家 讲的差不多了 希望就是能够 让大家更了解一下 目前的这个 350v2 夜光率 而且现在市面版本很多 也请大家就是 不要被坑 像这种 像这种 像这个版本和我们家 售价是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差距真的非常大 所以讲是 天壤之别的一个差距 但是价格是一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 擦亮双眼 OK 拜拜